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 万圣节前三天时被发现 当时警方接入了一场被认为是仪式性肢结的事件之中 ISCP-330被收缴作为证据之一 但是所有在场的远警都在 警官将所有碗中糖果倒出后被杀死 之后 基金会特工在联邦特工的身份演示下 回收了ISCP-330 ISCP-097是一个10英亩的区域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 原本是1969年 县市级的遗址 一个约2.3平方公里的地区 ISCP区域内的建筑处于一种中度失修的状态 在ISCP-097的中心有一辆敞篷小型货车 大部分被压在一个位置种类的巨型南瓜 ISCP-097-01下 ISCP-097-01高约7.4公尺 最宽处直径约8.1公尺 推测ISCP-097-01重约15000公斤 这个南瓜保持着球状 而没有像正常植物一样 因为自身的重量而崩溃 ISCP-097的摄影区域 长着数种不同种类的南瓜 包括超过7种无法辨识的种类 这些南瓜大部分都能长到十分巨大 估计平均重量是250公斤 这些南瓜和其他各种农作物 创造出一个植物构成的迷宫 迷宫的墙平均高度是1.6公尺 不过每年都会变化 ISCP-097会对一定区域内的儿童造成影响 在4月初 被影响的儿童会在晴朗的夜晚梦游 并在家中游荡 停下 面对关闭的门几秒钟 然后移动到下一站最近的门 最后回到床上 一开始这种行为每周只会发生一次 对象仅限于同一楼层的门 这种梦游会越来越频繁 在8月中旬会达到每晚一次 如果梦游期间被强行唤醒 他们会尖叫数秒 然后陷入混乱的状态 在梦游中被唤醒过之后 影响会消失 这个儿童后续也不会表现出 受到ISCP-097影响的迹象 两到三个月之后 情况会变得更严重 受影响的人会寻找他们家中每一扇门 甚至包括车库 车门 以及篱笆门 最后他们会梦游到邻居的前门 9月初受影响且未从梦游中被唤醒过的儿童 会开始在屋外停留至日出 躺在他们房屋附近的草地上进入睡眠状态 受影响的儿童会回忆起 围绕着秋天的活动展开的梦境 9月1日和11月1日间 如果受影响的儿童仍未在梦游中被唤醒 他们会停止之前梦游时的行为 直接走向ISCP-097的位置 到达SCP-097后 他们会在SCP-097-01之前坐下 并且开始唱起无法辨识的杂音 就好像开始播放音乐一样 简单的鼓声和管乐器是最常见的声音 几分钟后 儿童撞实体会从纠缠的植物中爬出 或者从SCP-097中较大南瓜中破瓜而出 大部分实体与那些已知 消失在SCP-097-01中的儿童相符 儿童会穿着他们最后一次被看到时 穿着任何衣物 往往是睡衣或类似的衣物 这些实体会在受影响的儿童周围 围组成一圈唱歌跳舞 同时SCP-097-01 会开始放射出昏暗的光线 受影响的儿童会醒来 通常表现出巨大的恐慌 在发出任何声音的瞬间 实体会一涌而上杀死儿童 每个案例中的杀害方法不同 但是通常与肢结和勒紧有关 此时任何妨碍这些实体的尝试都会失败 可能是因为设备故障 物体突然消失 或SCP-097的一部分表现出暴力行为 在受影响的儿童死后 SCP-097-01会裂开 实体会将残骸拖进去 然后自己也爬入其中 SCP-097-01随后会合上 音乐随之停止 除了对儿童的影响外 4月到11月之间 SCP-097之内的区域会产生从无害 到具有潜在攻击性的数种异常现象 包括只在摄影中出现的小孩身影 小孩的尖叫声 歌声 砍断的南瓜藤流出鲜血 特工被斩首 颈部连着一个南瓜 灯泡 电力故障 研究人突然死亡 胸腔内充满南瓜籍 胎儿状的人类骨骼出现在被打破的南瓜中 25到30具汇动了儿童骨架 打破了SCP-097中较大的南瓜爬出 并用葡萄藤 电线和腐朽的绳子将自己掉在树上 在表现出被吊死的样子后 骨架停止了异常活动 继续挣扎了约23分钟 这些异常现象造成了17名特工 在SCP-097中遭受严重伤残 其中8名死亡 SCP-2523是一个影响美国和加拿大的万圣节季节性商店的异常现象 发生时间在10月31日日落到11月1日日落 SCP-2523会影响8间商店 所有受影响地点无论距离多远都会发生空间融合 商店内部的相似区域将相互重叠 或者整体空间随需要发生扩张 进入任意地点的人 能与处在其他受影响地点的人进行物理互动 在离开后会回到原位置 受影响地点会无视原本营业时间24小时开放 日落时4到6名尸体 SCP-2523-1将出现替换所有电源 尸体是矮小的人形个体 身高约0.8到1.2公尺 有着来自各种脊椎动物的异常特征 其肢体、肢端也有着不同的比例 实体会进行各种正常的销售行为 唯一的不同是 他们会劝说顾客进行非金钱交易 受影响的人会将SCP-2523的全部异常 包括交易、实体、异常物体 都是为正常的经历 效应延伸到与受影响者的直接对话 照片或其他直接记录 当有顾客试图购买物品 SCP-2523-1实体会劝说其必要以金钱购买物品 并提出进行一次交易 实体会接受实际物品 或更抽象的概念来作为公平的交易对象 包括毛发、个人能力、寿命、子女、非法药物、记忆、情感等 如果顾客坚持以金钱支付 实体也会极不情愿地接受 所有通过非金钱交易获取的商品 都会表现出异常性质 记录中的商品包括 细鞋鬼夹牙 穿戴者会出现无法控制的隐血欲望 此外还能通过对话 使他人进入记忆受暗示的状态 交换物是30克海洛因 黑色巧克力棒 吃下后对象失去食欲28天 并且不会感到饥饿 交换物是一次童年家庭旅行的记忆 300个塑胶蜘蛛 顾客被鼓励吃下蜘蛛 在吃下后 对象将能从身体上的孔洞中排出活蜘蛛 并能以心灵感应控制 交换物是歌唱的能力 性感护士服装 穿戴者性压抑下降 同时对异性产生更强吸引力 其性伴侣报告有一定麻醉效应 交换物是一名8岁男童 当前下落未知 基金会尝试收容SCP-2523的G1实体 但在11月1号日落时 实体从收容间消失 只留下用像树枝 破布和泥土做出的粗糙人偶 SCP-287是一个无头的白人男性人性尸体 人在没有头部的状况下正常存活 蚊子 无头先生 来自Dr.Wondertainment的小小先生 被蚊在其背部下方 他颈部的断口被皮肤覆盖 S光检测显示 其颈部只有四节颈椎 但没有任何脊柱损伤的表现 SCP-287能模仿出的头部功能包括 思考、听觉和嗅觉 他能够说话 但无法模仿人生的正常声调 他宣称自己没有视觉 他不需要进食或呼吸 而且曾宣称 身体能量来源可能是 某种强化光合作用之类的 直接用肉眼看到没有头颅的SCP-287是不可能的 尝试这样做的人反而会看到没有头的自己 并且是以SCP-287的视角 他们会感到与自己断开联系 虽然困难但还是能控制身体活动 这种效应只会在肉眼观察时发现 可以通过即时影像转播 照片、镜面、透过窗户或透镜看到SCP-287没有头颅 运动侦测器和类似的设备都显示 SCP-287没有头部 但是SCP-287可以进行需要头部才能实现的活动 比如佩戴物品 包括面具、帽子、领带、耳机、耳筛、耳环、眼镜、口红、发夹 SCP-287宣称他自己是万圣节主题的小小先生 SCP-3992是一些儿童版的万圣节面具 也有一系列各种万圣节主题鬼怪的设计 有简单的塑胶、油漆以及细成制成 内部都有一个标签 上面写着Wondertainment的怪蛋又有趣的万圣节面具 一般人戴上SCP-3992 不会表现出任何异常特性 当一个异常个体戴上时 外观会变化成青少年的人类外形 服装外观会变化成符合SCP-3992外观的服装 如果佩戴者没有穿任何东西 服装会凭空出现 戴上SCP-3992的异常个体 物理上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看起来像人形 在实验中 SCP-2006戴上狼人面具的SCP-3992后 SCP-2006外形变成穿着破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的青少年 手上出现了一副类似爪丝的灰色皮毛的橡胶手套 要求SCP-2006改变外貌 SCP-2006的大小 肤色和毛发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仍然是人形 SCP-2662戴上女巫面具的SCP-3992后 SCP-2662以少女的外观出现 穿着黑色蜘蛛网主题的女巫服装 戴着一顶剑乌帽 手里拿着扫帚 SCP-2287戴上木乃伊面具的SCP-3992后 SCP-2287不再有无头的外观 而是变成兔头的男人 衣服被多层黄色的亚麻布取代 这些亚麻布包裹着她的身体 就像一具埃及木乃伊 以上就是五个万圣节主题的SCP 原本想要在万圣夜之前做出来 但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 就拖到现在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放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出来的SCP-22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